什么是爱自己,尊重自己的最重要方式? 有时候,你对陌生人比对自己更友善 你是一个伟大的光之存有,尊重并记住这一点 因为在一个地球上的身体里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外界对你有很多要求 你可能会深陷于日复一日的奋斗中 以至于你觉得没有时间去回忆起自己的灵性 然而,正是对你自己的灵性的关注 才会使你的地球之旅变得更轻松 请温柔有爱地对待自己,以示尽意 你并不孤单,无限的存在并没有把你放在地球层面上的同时 不可以你一个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收到帮助的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天使 天使是来自神的使者 他们在这里帮助你,使你的尘世生活更加轻松 将光明带入黑暗 并提醒你 你被难以置信的爱着 我们知道你的奋斗 我们知道你正在做出勇敢的努力 我们祝福你 并为你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向你致敬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尊重你内心深处的自我 我们尊重拥有你灵魂精髓的那个部分 我们在你的内心看到了难以置信的良善和爱的火花 我们祝福并尊重这良善和爱 我们敦促你也这样做 你越是祝福和尊重你内心的神圣之光 它就越会成长 这道光越是成长 你感受到的爱就越多 你拥有的能量也就越多 你内心感受到的爱越多 你就越想给予他人 通过这种方式 世界得以服务 更多的光被带到你们美丽的星球 它在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祝福 我们请你温柔地对待自己 像对待他人一样 善待自己 没有爱和鼓励 一个小孩子就无法成长为一名健康的成年人 而你永远不会停止对爱的需求 记住 在你能完全把爱给别人之前 先给自己这份爱 这是很重要的 实修方法 实修方法 一个人如何爱自己 你可以从小时做起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在爱和感受到你的心上 在爱和感恩中呼吸 每当你照镜子时 对自己说我爱你 记住 这看起来很简单 这看起来很简单 但这个方法非常强大 你爱自己 尊重自己的最重要的方式 就是记起在内心深处你是谁 一个光芒刺涉的灵性存有 每天都在变得更强大 更完整 这就是你的真相 你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合作 所有你知道 对你的身体有益的事情来爱自己 但真正的爱和尊重 是从你对自己的感觉开始的 你在地球上是为了以形态来表达无限 并学着去变得有爱 快乐与和平 由于你还没有完美地表达这些品质 而责备自己是没有好处的 你并没有被授以一本地球上的生活指南 所以你唯一可以学习的方法 是通过尝试和错误 以及常常通过痛苦的经历来学习 这些经历鼓励你通过你所做出的选择而成长 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 和你是谁都会让地球有所不同 请向这一点致敬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温柔地爱自己 尊重自己 我们请你给予自己仁慈和同情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尽最大努力 并在任何时候召唤更高的力量帮助你 无论情况多么平凡 天使是神圣的使者 在此为你提供帮助 祝福你 最重要的是 爱你 请接受这份爱 并记住本周来自高维的指引是 温柔地 带着爱的 向你自己致意敬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